空军雷虎小组7加4AT-3教练机编队 机尾红蓝白彩烟划破天际 招牌特技表演 Action 单机高空接连滚转 飞行员大秀优异技巧 今年唯一场空军加一基地开放活动 8月10号登场 传出这将有可能是雷虎AT-3的最后义务 左右双击定速直飞 中间机后头翻滚追随雷虎AT-3 连续17种特技绣好绣满 展现飞行员间的最佳木器 雷虎AT-3退役后将改由他永鹰勾叫机 来肩负起特技表演任务 以及培育废观重任 机身蓝白红涂装机尾线条勾勒雄鹰展翅 国奏永鹰勾叫机目前稳定 交机中将接替服役将近40年的AT-3 至于确切的退役日期 得是永鹰换讯进度来调整 目前雷虎都是采不固定编组 所以目前这个细节的话 都不是在我们的规划内 都是由比较高层的司令部 来做一个规划 永鹰勾叫机具有更好的推力 以及空中的离波性 让飞行员展现更好的飞行特技 同时也有更好的安全设计 永鹰高焦机共生产66架 预计2025年底将完成焦机 民众满心期待能否在今年国庆大典 或元旦战机特技目睹永鹰帅气 翱翔天际人存有变数 但AT-3传承焦棒永鹰已成为国军 现在进行事 东森新闻李军任为洪嘉义空军基地采访报道